Hello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,在转会期吃了这么多瓜之后,选手的挂牌情况终于得到官宣,被观众喷得体无安抚的A姬,总算做出了重大改变。 昨天官方公布了队员的挂牌情况,A姬除了伊诺和九成以外,其他首发队员全部挂牌,包括猫神、初晨和阿泽这样的挂牌方式才是真正体现了A姬成组的决心。 他们终于想要成绩了,我们来简单说一下挂牌的这几个队员吧。 初晨是21年春季赛来的A姬,他在A姬的高光,也就只有那一年的春季赛,尤其是他的篮,一拿到手几乎是必赢,后面就再也没有这种感觉了,现在初晨也沦为了刷子野,刷野节奏一直被大家诟病,阿泽其实是一名非常不错的编路选手,唯一缺点就是英雄之短缺,战编始终是一大诟病,或许以前阿泽会玩战编,但现在他给人的感觉只会谈编了,不管阿泽想不想拿战编。 他已经给观众留下了不会战编的印象,另外就是猫神,他曾经作为联盟顶级中路选手,可以说是风光无限,那和年龄上去以后只能转战辅助,但习惯了中路的猫神,还是没能适应辅助的位置,至少在A姬这个实验场,他的辅助不算成功。 A姬花重金买入猫神确实亏了,另外有小伙伴好奇九城为什么不挂牌,因为A姬在转会期,没有找到合适的中路选手,新人也不够成熟,就只能让九城留队。 其他队员比如笑影康康和最初都在挂牌的预料之中,小伙伴们如何看待A姬终于有勇气重组呢?